其實一個就是一個 然後對我而言 全世界的孩子都一樣 那我們其實在子熙座的三座難民 可是就40所有兒園 外面還有這些練民、移工、移工學校 還有少數民族部落的10間 大概就約70間的學校 五、六千個孩子 可是其實我們的老師也是當地的難民 或者部落青年培訓他 那整個要做的事情其實相當很大 然後 我覺得真的做志工或做服務 或去援助這樣 其實今天要多啊 因為太多的時候你在面對那樣 那麼大的苦難的時候 他人的苦難的時候 其實更看到的是自己的有限 自己的人能為力 那接下來我就針對志工的部分做一些分享 姿態 我覺得大概幾週 幾個月或幾年 其實又如何呢 因為太多的東西其實真的很難去改變 然後就像這個照片 我覺得台灣就這樣很奇怪啊 然後他拉紅布條 很喜歡拉紅布條 他就拉紗玉歸佛 因為紗玉歸佛就是姿態啊 然後回來 最近出門前就拉過了 然後在當地他也拉很多了 回來還要再拍一張 我就搞不清楚 但是網路他隨便抓到了 現在待會我這幾年常在訂這個 所以網路比較不太好搜尋 但是報告書裡打開還是這些 那我覺得有啦 在當地的時候 有國際的其他團體的 國際志工也好 就其他國際工作人員 他們突然問我說 欸 生啊 我也好奇問一下 你們台灣是怎麼有規定的 國際志工怎麼都會穿背心 然後就穿T恤 穿白色的整衣發的 然後政府會發 學校會做 他們團隊會做 然後我就說 做T恤就算了 可是千萬不要做白色 因為 因為我們在那邊其實一定不會看到這麼白的 大家都回收的啊 換黃的 對啊 那 我們不是在講 應該默默行善嗎 迴善不遠之嗎 可是這些T恤啊 在紅布條上面都用中文寫啊 那 了不起加英文啊 那 了不起加英文啊 了不起加英文啊 我現在在想辦法達成 就說至少要有英文 中英對照這樣 然後上面 T恤上面寫什麼 就 愛亡國界啊 然後 了不起 love 黃台灣啊 可是 加小有像看的 不用小有看的 肯定看的 好 那 其實也看到其他國際的團隊 人家在做的方式 其實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就算是援助 其實是 我們都需要向人家學習 那我剛才跟那個 沒想在聊啊 就去過台北他問了 我就說白一點 其實難民 或是在當地的少數民族 或者是部落 等等 他們其實社區有比我們更豐富的 被援助的經驗 太多團體來了嘛 當然如果有的完全沒有接觸就沒接觸啦 或台灣一樣啦 可以想像啦 那些偏遠的學校啊 每個暑假接不完的團啊 然後我們在那邊也是啊 就是我們也是接不完的團 更慘的是 我們家的暑假跟我們暑假不一樣 所以大學生放暑假的時候 我們那邊就在上課 在台北 應該想像 他就是要把正常的課停掉 讓大學生來上課 好 那個小有 這就 然後我就想想看 為什麼 又為什麼 那全部都是學生嗎 又沒有教學經驗 人家好歹老師在那邊教了一二十年了 三四十年了 然後回去之後 學生都大概 就是會那種外來的和尚比較會敲衷 比較念進 他回去想說 台灣學生 台灣的老師比較好 比較有趣 比較會帶很多很多東西 然後結果原本在家的老師 在講的話他們就排入一地 這是有一些衝擊或一些影響 但一定有好的東西 一定有好的東西 我覺得那永遠是很多美好的相遇 很多美好的相遇 而且對我而言 這也是一個很美好的旅程 那我覺得我會提出來 像這樣的反省思考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們必須讓這套旅程 不但美好而已 而且要更有經歷 而且是對付此 對付相應 這樣一下 然後我覺得 對於經歷都不同 真的是自己比對方幸運 就能解釋的一切嗎 還多人出去回來就是我們好幸福 我們好幸運 我們幸福 然後最後 當然是我們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收入的最多 就是我是最大的收益 我們得到了很多 付出的很少 得到很多 透過自工 透過服務 可是最後得到什麼 很多很多自工服務的朋友 只有他們得到的東西都在哪邊 都在電腦的C槽或D槽 E槽 F槽 G槽 然後就有個照片 連小朋友都會拿到 那我覺得真的是要去看到 就是他背後一定有結構性的東西 那這個當然就 要另外一堂各種能打好 那還有一堂不太好 那我覺得 服務是擠不來的 我們無法拯救事件 志工的光環一定要拿掉 志工如果沒有光環的話 我今天應該沒有機會站在這邊 好 我也沒機會出一本書 那但是我覺得 當我們把關懷 我們把在乎 我們把心裡的感受 然後為了別人 為了自己相互陪伴 相互幫助 相互取滿 真的相互取滿 那我覺得這個是真正的意義所在 也是價值所在 那無法拯救事件因為我們 因為我不是曹偉 因為我放了西方之後 我覺得 東方人家放得下 就是這樣 好 下一頁謝謝 太快了 你一直破我的梗 沒關係 這頁給我 我知道了 好啦 為什麼要去海外 台灣人都需要幫助的地方 我覺得這句話 這個問題太重要了 常常會看到 哇 我覺得台灣做志工很棒 收入很多 也許我第一次當志工就在海外 哇 聽到這個都快崩潰了 那 我覺得一定要能回答這個問題 這趟旅程才有意義 這趟旅程才有意義 不管是出走 旅行 流浪 做志工 打工假期等等都好 那我覺得這句話 這個問題一定要去回答 那我覺得 我在從學生時代到出社會 其實我一直把當志工參與 公益繁體 社區工作 社區服務 我覺得後來那個志工是對我有一種嗜好 我不做就覺得不舒服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就會固定去 那志工在幹嘛 志工都在打雜嘛 就是你刀子這樣搬好在這裡就好 然後一個人講說 工作人員講說你要搬到那邊去 你去搬過去 你就搬過去啊 然後他在笑 志工在笑 然後另外一個人經過說 這刀子在這裡不對 要搬這麼多 再默默的乖乖啦 你看 那可是那個很簡單 很基本 很瑣碎的事情 其實更早我們做啊 不過他更需要做啊 那就去做嘛 然後給享受 然後我覺得我喜歡那個份 我有小安全能傻傻的為了一個傻傻的目標去做 那不然的話 當太多簽滿算計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社會可能 請這個世界早就太多算計的東西 好 那這句話其實是我媽問我的啦 我媽問我的 我媽就問我說你不會不要去看美邊境做志工 她說你要在台灣做 你要去天上離島 都不攔你 你就要去看美邊境 因為我回去跟她 我就從英國念完說事回來 幫我幾個月 她說啊 你就要生休肯定 沒關係啊 那你要請下頭都好啊 那一天我跟她說媽 我要去台灣當志工 她也跟她笑笑的 然後然後 過幾天我跟她講說媽 我要去看美邊境 她說你要去多久 她說去一年 她說啊你當時要去 她說老公會 老公會要對你啊 我媽說你會不會去 她就拉著我的手 然後我媽開始哭 哭得很傷心 通常我媽都是我爸哭啊 就那一次我哭了 她就 攔我啊 那你有沒有攔住 她還是沒攔錯 所以 我就 我爸媽送我到機場 上機場要出關的時候 我就拿著行李 然後我給他看看 我爸 他也有點本業就有點難過 說看美邊境什麼地方 她就不知道 然後 我媽媽其實只有我小畢業 就是 黑手 作業手 不是真的小工廠 那我媽很想說就捨不得吧 這個孩子就還到處亂跑 然後又要去看美人 一年 還都在騙她 總是去一年 現在心裡想不去的三年五年 怎麼會過本 就 就 結果我媽就開始哭 在機場就 在出關的時候就開始哭 然後我就 提了行李回頭看看他們 然後我就衝過去抱住了媽 跟我媽說 媽 有下來 我肚子跟我一起照顧 哈哈哈哈 我會等 跟我們一起照顧 結果我跟她說媽 你要好好保證自己 好好照顧自己 就 對不起 跟她說對不起 好 接著行李 就很開心啊 我要去一個位置的地方 成就自己 那你看看成就自己 做志工到還會做服務 這代表有什麼兩個字 不孝 媽媽要攔你就攔不住 我媽後來講得多貼切 我媽說 你會做志工 然後她說做服務 你會做服務 那個 她說做志工 她現在是 你又做志工 她說我們家也很缺 我們家也很騙 可以照顧我去洗一洗 哈哈哈哈 這樣做服務 你服務 我跟你們白人的老人 獨居老人 你都交給我 我最小朋友 你需要陪伴 你需要照顧 人人都想出國當志工 卻沒有要幫媽媽洗碗到的 然後我 我 我覺得 是多一個事情 大家覺得志工能改變世界 相信志工能改變世界舉手 好 只有我舉手 不然是我不敢 要勇敢的 好 蔡醫師 給你機會 好 志工能改變世界 其實這句話我不相信 沒有 因為這個旅程啦 這個旅程讓我知道世界太難被改變了 太複雜了 太多太多的問題 然後人家力量這麼小 當然我在登山的過程當中 看到大自然力量 我早就相信這件事情 可是我就是因為 知道我不相信還是選擇相信 為什麼 因為我們能改變這個自己而已 更何況自己這麼難改變 可是其實我覺得不是改變 而是你就更堅定的 或更勇敢一點去做一些事情吧 或者把一些不好的習慣少做一點 如此而已 可是當每個人都有機會被改變 或去堅信選擇一些事情的時候 世界就改變了 這是我這麼覺得的 真的真的覺得 那因為有這些傻傻人在做一些事情 紅雅書館 台灣徒書室 然後就在女色 嘉義這邊 那所以世界才沒有變得更糟 世界才沒有變得更糟 我覺得我真的是這麼覺得 好 那 我再說一個 說一個東西好了 就是因為 我每年 我在泰明邊境就大概7年 可是大概每年大概回來兩餐堂 回來兩餐堂 我在台灣大概有幾週或幾天的時間 大多數就在那裡 那一直到我出書之後 我才有機會 因為那是15年後的事情 就是我從2008年的時候 我說說了之後才有機會 突然就聽到我媽在跟她別人在聊 說 她喔 我最怕的 人家問我 你兒子在做什麼 你兒子一家會賺多少 你兒子一家會賺多少 然後泰明邊境當志工 做服務 我還會做服務 我還會工作而已 也沒有打錢回家 通常都會回家木房 你兒子 我媽說他這樣套勞 我都不敢 不敢 其實很多時候是親朋好友 知道 你兒子不是出國筆塞 不是筆塞嗎 不是筆塞嗎 他他找來 出國留學啊 留英的啊 做事 那不是 應該好好找個工作好賺錢啊 怎麼不好好 奉養父母 他們都知道啦 故意在幹嘛 在酸 在酸 酸我爸媽啦 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 你就是做白不洗牌嘛 不要打小孩 一載過他 他要找到我的頭 他會講說 你兒子怎麼找到我的頭 他可以按 然後那個 謝謝 那個頭殼比我更壞掉 就是他 建宗畢業 承大環境工程 我會破一下我哥的 我都說他被 他被承大騙了 他大三的時候打電話回家 跟我爸說他要休息 然後我爸就看條他 我錄影 錄影我就只會變短 沒關係 那後來他都說了一句話 他說 他發現他在承大環境 只有學到工程沒有環境 那後他就 他就參加了 那個共同購買 還是在做社員團體 只有他拿到日本的獎學金 就是日本交流學會 日本那天的工會獎學金 在日本念環境法學碩士 他考上建宗的時候 我媽媽說 你這樣還以為三年才都不可以 後來他到日本念碩士 然後就聽他說 我哥就學校沃克塔 他知道教授沃克他念博士 念PhD的就幫他找獎學金 我根本會念書 他就聰明了 他就想聰明了 就聰明了 然後他就 然後打電話給我媽叫 他說 你在畢業 他說 學校買給我念博士 你不想想要聰明了 他回台灣 他回台灣 不錯了 你要做什麼 我回台灣聰明了 我媽媽說 聽到就是這樣 電話給我 痛苦到三年三年 你看我爸媽有可能嗎 一間會出一個台 還在出什麼 然後有一天 我爸聽說是你歌 對啊 你們家一門中列 然後按照我歌的說法 是後來人家跟他講說 賴樹聖是你的地底 因為後來的書牌比較好 所以不一樣 就要自助其行銷一下 沒辦法了 正常的聰明要看 正常的聰明 大家都想出國 當自風 可是沒有人要去給你重點 那有一天 其實幾年後 我回去再去我哥家 就是前幾年我到我哥家 我去我哥家 你不看我哥了 我問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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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過兩三天 還是沒有看到我哥 還是在房間 陰暗的角落 然後我在那邊找他 不然我就要走了 然後沒太過了 我就看我哥讓他爬出來 然後飄出來 然後他就不舒服 然後我就跟我哥說 哥 你這樣就對了 你竟然自己穿 有一點你自己穿在裡面 在爬不起來的時候 你就成為典範 那時候我一定會給你利監 或利一個重力 他騙在那裡 我會 撐那個錢就好了 這次好好的 那我哥後來做也是做到爆肝 他怎麼會重田 他也不會重田 等他讀書的人 我就去做啦 就去做啦 然後你說前幾年 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不能沒有人看到 而且我後來最難過的是 我在追求自己的理想 在追求自己的生活經驗 就是看守 出去看外面的世界 結果我在爽 但是卻讓我生命中最重要跟最親密的 就是我家人 我的父母 為我擔心 為我承擔 還默默地承擔 每次回來就只想說 你得要有吃飽 你得要有錢 要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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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擔心 父母就給他 父母真的就給他 好 現在這樣就行了 來 快結束 我用一本 贏過一本就對了 這本結法 都是帥法 好來 最後 這是哪裡 台東 台東 錯 宜蘭 宜蘭哪裡 蓮山 錯 山星 山星 很多人猜山星 不對 風山 再猜 然後出來 我連在宜蘭問這一張 大概就是所有鄉鎮都猜完了 才猜 我真的覺得難怪 我就覺得然後不是 李洋人 難好難好 然後我覺得就是 張醫師的話 對土地的情況 我覺得我很幸運 就是因為 曾經 學院實在就開始參與社區 李洋那時候的社區總體 你知道 台灣 台灣的 很多社區 很多反攻異環體 都有去打雜 去跟人家貨 那 登山 喜歡登山 我大概年輕的時候 就喜歡登山 登山到後來 不用當兵 然後 然後 我覺得當我再回到台灣 今年回到台灣的時候 去就 突然就不知道人生 該何去何從 因為我覺得 但你別經過台灣那個距離 很遠 路牌很大 後來就跑去種田 然後種了三個月 就給你男孩縮嘴 這樣子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三十歲 四十歲的男人 只是這樣嘴 結果我組成海灘庫 種田男孩 因為都好像看到太多人家 穿著海灘庫啊 比如說 當阿阿 那樣的沖浪法 然後這正妹往海衣衝 我們是穿著海灘庫 拿著斗笠 給他淋到土頭 往田裡奔 套炸給他窮了 然後 那個坐到天黑了才收 為什麼我們都不會種田 因為都是什麼 也是用自然農法 然後就 不要淨產啊 知識分子去種田 然後就後來我們這些小兵 後來變裝甲兵這樣 這個十四歲的小農夫 他就在那邊種一年 那也是學歷成就不好 然後那 有一些狀況 可是他在田裡面找到他的世界 他就要當一個 立志要當農夫 後來我們開國際 跟雲晉公園一賽 我們全部垮了 米都他在扛 雄硬啊 雄硬啊 結果叫小猴子 那這個男生二十五歲 工程師他後來決定 不要爆肝救台灣 所以就徒步環島九十天 撿垃圾後來幫我 主要很難好就加入了 那這個念體制外高中 他現在當兵 他只有國中文憑去當兵 不爛喔 就我臨時代班當個執行班長 我聽說小猴子跟我講啊 吼 你很害怕的 可以這樣送給我看嗎 比較晃 我問我看什麼 問我看什麼 部隊起床 下田除草 在田裡工作一個禮拜之後 你就會深深的相信跟那種除草 其實是人類最穩大的發言 我現在很抱歉 這個田裡玩耍 真的要清清楚楚地 然後最後自我分享 走向的世界也走近了自己 我們其實托草服務是貼近了他人 看見了自己 自己什麼樣子 內在的樣貌 然後出走前 以後反回 與神時反回後 以後持續的自我內在 反正背後 那這句話我很喜歡 就有朋友說的 因為旅行 因為出走 因為自公 因為夫婦 那我有屬於自己的特點 我們每個人都是很平凡的人 我們都是平凡的人 然後成為一個有故事 在網紅生命運到挫折時 這些故事都能支撐自己面對的能量 那我加一句話 我覺得我們也才能能量去分享給其他人 我覺得我從來就不是勇敢的人 從來就在田裡邊境幹嘛 其實我就是太懦懦 太想逃避了 太愛玩了才跑去看田裡邊境 那為什麼留在那邊那麼多年 其實不是我刻苦耐勞 不是我瓦瓦瓦瓦 是我覺得那邊台灣好玩 然後我就留在那裡 可是我覺得在我生命當中 有感受到太多的為我勇敢 還有我的家人 還有我的師長前輩 我覺得當有機會自己勇敢一點 或為別人勇敢 我一定來努力一下 所以我常常在名牌大學分享的時候都很 都只能撐在那邊這樣 要告訴自己 該換還是要換 好 下一張選舉 發願 這個世界一直都不夠美好 所以我們才要跟你繼續勇敢而已 不是嗎 好 如果你怕 你媽做得不夠 我們不要勿生不考慮 最後一家 這是我在太緬邊境以前工作的夥伴 其實都是他們 我覺得生命的勇者 真正在面對問題的是 太緬邊境這些 尤以失所沒有身分的朋友 這些夥伴 那自治家人 曾經我告別了台灣的家鄉 到了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日久他鄉進故鄉 然後我必須再告別那裡的家人 回到自己的故鄉 可是回到台灣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我變得有點陌生 有點競爭情趣 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還好我去種田 不是種田就插花了 那個 早花生都在那 不是拔花生 早花生 插花這麼長 不是花生啦 豆子說沒有 紅豆是豆 靠啊 就等豆子這樣一點 你知道嗎 會不會不會 那徒弟會讓我找到力量 那真的不是他們需要我 而是我更需要他們 就繼續幫 那不是我幫助了他們 而是他們幫助我 抱歉 安吳達10年 今天有機會來跟大家 吐吐口水等等說說故事 然後參加的是這個 台北台灣的服務團 就是一群夥伴 有些人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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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的 謝謝